一群国外的特斯拉车主来到马斯克的星剑基地 大门口竟然连的栏杆都没有 而内部的画面也能清晰可见 实在太疯狂了 昨天一群国外的特斯拉车主们 将一起前往位于德州的SpaceX星剑基地 经过了长途跋涉 终于远远地看到了星剑 继续往前开 一路都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拦住你 可以看到用于未来几次发射的星剑就从放在哪 而用于建设第二座星剑发射塔的大型模块也放在里面 而SpaceX星剑基地的门口虽然没有先进的智慧停车 但是大家都停放得整整齐齐 终于到达了SpaceX星剑基地的大门口 经过的全都是特斯拉的车友们 老外发现这里的安保措施竟然如此简单 比他们小区物业都差 如此宽敞的大门也没有栏杆 一般如此重要的航天基地都是要封锁起来 只留下一个小门 出入还要提前审批和登记 车主们也是拿出了马斯克的星链套件 直接插在赛博皮卡的外放电插口上 走遍全球都可以享受高速的互联网 而星剑也将在一个月后进行第五次试飞 他们在伯卡奇卡小镇转了一圈 发现这里的居民基本都开特斯拉 而他们也在星剑基地附近开始了聚餐 一边欣赏星剑 一边畅谈 氛围实在太棒了